李部長還有各位財政部官員大家午安 主席我各位請部長 李部長 委員你好 你昨天有開記者會 跟總統開記者會 總統他那邊有開個記者會 先訴說你做這件事情的決心對不對 對沒有錯 最近壓力很大嘛 一定能來自非常多的這個壓力 不會啦我們想盡心盡力做事情 為我們國人來服務 我看如果沒有壓力很大也不需要開記者會 也不是讓社會大眾更清楚 我們政策的內容 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當然這個大部分的人都在討論這個 還價的問題 現在這個 台北市 這個還價一瓶大概多少 以過去資料的統計平均 一瓶大概五十萬左右 那大概三年前 你三年前來做的嘛 你還沒有來做之前 那時候大概多少 三年前大概三十五萬左右 也就是說大概漲了十五萬左右 大概算大概四十%左右 那這段期間齁 這個年輕人的薪水 大概漲了多少% 薪水大概每行每月不一樣 那是大致講起來沒有什麼漲 第一沒有什麼漲 那這段期間 甚至那個 失業率增加 GDP下降 最近才又 回升嘛 對啊所以我們從去年就起來了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很矛盾 也就是說大家在 工作比較難找 那薪水比較低的時候 房價竟然可以漲到 數十%以上 是 特殊地點嘛 特殊地段 你不要講特殊 我們這樣一直講平均就好了 好不好 那這樣的話 當然很多 年輕朋友啊 甚至兩個人一起工作喔 都很困難買到一間廁所 如果說他們要買一間房子的話 現在大概要不吃不喝幾年 在台北市 看你買多少大坪數的齁 多少的單價的 每個不一樣 差不多啦 因為報紙上寫出來 他絕對不會用這個豪宅來看 如果豪宅的話 是一生都買不起啦 但是用一般的 大概要十一年多啦 那十一年多啊 跟以前啦 六七年已經覺得很高了 現在變成到十一年多啊 這個對年輕朋友的確壓力很大 所以政府要採行一些對策嘛 但是這個我知道啊 但這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現在才來採取對策 這兩三年來放任他上升 這是誰在主政呢 你是 你一開始就做財政部長嘛 對 九十七年五月二十 對嘛 九十七年就來做了啊 你放任他搞到現在才來 要來收尾巴 也不是啦 人家講說你賺門欺悟最後一隻老鼠 也不會啦 因為這些問題 它是多年累積下來的 但是齁 做幾年的累積特別快 而做幾年的薪水特別低 啊這個順眼清楚 你剛剛講了嗎 所以覺得薪水特別低 所以要做一些對策啊 評論選出特別多 蘇維利 創新高 竟然 黃下 黃下 也創新高 我跟你講齁 這個 政府齁 放任這種事情 讓它發生 現在 才趕快來說 欸 我要開記者會來說 這個是讓人家覺得蠻奇怪 不會啦 因為齁 證助誰很重要 我們預防 財政誰很重要 你既然知道這些事情 有可能發生 怎麼沒有事先 去防患 可以讓它搞到40%的增加 現在才想要辦法來 這個亡羊補牢呢 這兩年來 我們行政部門都在做啊 我跟你講 你應該知道 黃價的炒咒齁 資金的融通齁 其實很多步驟的啦 這兩三年我們一直在看 先炒房地價 這個大投資者 我們叫做投機者 都是大財團 先炒 地價 透潮 好像地快沒有了 再來呢 就開始 蓋房子 蓋一點房子 結果說這個非常的 而且是蓋了豪宅這樣 把這個價位先提高 等到大家覺得說 嗯 好像真的是 不買不行喔 這個房價一直在上漲喔 他就大概 大概的話呢 就開始連一般老百姓都來買了 小投機者也來買了 然後一般善戶來買了 然後再來再更推 結果呢 連善戶本來不想買的 都太高了 不買恐怕以後沒機會都來了 等到第五個階段 大家都買了 已經漲太太高了 已經要崩盤了 要泡沫了 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 哇 我買了賣不出去了 這些小投機者 現在技術的方法 剛剛好打到最後這些老死 那我請教你 我們齁 這個民間有一些團體一直在講說 易購物為什麼不淚進去 你怎麼解釋 這一點我想跟委員說明一下 事實上講起來 房市的一些飆漲 它原因很多 我們必須針對不同的原因做不同的對峙 這第一點 那至於預售屋 它不是成屋 它是一個權力的移轉 以目前的所得稅法 通通可以課稅啦 我們最近查了很多 像剛才所講 大概這一年多 就廣查98年以前 就查了一百多戶 課稅就補了將近三億啊 就已經做這個處理了 這個跟塵屋的移轉是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擺在這個裡面 好 那如果我去買了很多的易壽屋 然後我在板區內就一直轉給人家 那這樣的話 還要課稅啊 還不是發生問題啊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今天課稅下去 它就會抑制它的移轉的速度 跟加價的程度啊 但是在蓋一收的那些人 那些大財團 你怎麼錯得到呢 那是營鎖稅 它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幾年會一直上升 有嘛都有做處理 現在好幾個階段 營建公司蓋 你們處理的方式就是把它搞到 搞到現在的環地價每平 比你就任的時候增加了40% 這個太高了 我們大家都在懷疑啊 究竟你們是要幹真的還是幹假的 我們會長主族一定要受死罪 也評論很多次了 謝謝支持啊 那我們要做 你們是真的做真的還是做假的 還是你看到美國的蘇拜說其實你才敢做 也不是啦 說想一個政策的行程 它一定是動態的管理 既然你是一個政務官 你總要列出一個主標嘛 一些主標 你認為用什麼主標 可以來驗證你這一次的這個政策的成功 你拿兩三個主標來給我看看 最近房市的動態就可以看出來了 它的量下來了 架下來了 這個就是回復到正常 我們剛剛講說 是 40%增加嘛 現在40%增加你要降到齁 你降幾% 你要降說譬如說降20%當成成功 還降10%當成成功 有一個主標嘛 這種指標齁 沒有辦法去講出來 這是一個平均數的概念 不敢講出來是不是 也不是不敢 這個是不必要這樣子講 不是啦 你講平均數就好了啊 不然的話 我們怎麼樣來驗證你 現在社會大眾已經看到這個政策的效果啦 量下來了 架下來了 不然的話 只要合理就好了 這個架太低也沒有用啊 沒有平衡到物價啊 走來去小老鼠喔 不是啦 那再來 你說這個收子稅要扣到多少錢 這個錢當然以現在的交易量來算 大概150億左右 好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假定大家都不買 符合我們政策的效果 他的稅就收不到那麼多啊 那意思就是 基本上不是稅收多少的問題啊 那你這樣講過來啊 沒有說到也是成功 說到也是成功 你通通通就成功 奇怪啦 所以那告訴我 你要怎麼樣驗證你的成功 所以我們就看整個市場的發展的趨勢 它是不是見去合理嘛 要合理就是成功啊 合理的定義給我一下 現在就反發揮一些效果了 現在40%合理嗎 這個價已經合理 40%合理嗎 但是不合理才做處理啊 假設20%算合理嗎 因為這個基本上講起來 我們看統計數字齁 看單一的統計是沒有意義的 有人說齁 你們都是欺負這些小老實 然後這樣房價 地價一下跌齁 讓那些喔 受險的益者就可以買比較多 賠你比較多 又可以放很久 那不一樣啊 新加坡三年齁 還要扣稅 欸你為什麼用兩年 你第三年要不要扣 它就回到正常的稅客去處理啦 它本身的普通稅 新加坡為什麼三年 你為什麼第三年 沒有 泰市從兩年三年才到四年 它是一步步來的啊 不是一下子把它打死啊 所以我們政策要是 那兩年 我知道啦 兩年以後啦 你這個稅率要多少 兩年以後 我們兩年是10%嘛 一年是15%嘛 對不對 第三年呢 多少 那看將來整個資金的效果 再來做處理啊 不是啦 第三年多少要講一下啊 為什麼新加坡有訂你不訂 它也是後來才陸陸續續做調整的啊 對 為什麼 你不訂像他們一樣5% 為什麼 這奧妙在哪裡 不就是剛剛跟委員所報告所說明 就是說我們每個國家經濟 就是房市的狀況不見得完全一樣嘛 我看這樣子啦 那以我們目前我們認為 一年內用15% 你們現在是大財團 大財團放任章 那這幾年炒作以後呢 現在找一些 後面的小老鼠處理 不過我們暫時要 我們不必這樣子去揣測這些東西嘛 因為社會的發展 是一個正面的 這幾年喔 連續三年給你執政 證明 增加到40% 你這樣的話 自己也覺得不合理了嘛 對不對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這幾年是誰在執政啊 為什麼會晃得到這個東西 很快就會變成黃巿泡沫 因為以前的土地賣的是以前的事情嘛 它慢慢累積下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要處理啊 所以會黃巿泡沫 我們現在是在處理以前累積的問題嘛 我看你們齁 應該列出一些主標啦 不要這邊空口 控水泡沫 因為這種市場的東西 讓我們立法案可以來看看說 你有沒有達到主標啊 這一點非常重要的齁 一定要 好好的列出一些主標啦 不然的話 我們怎麼監督你呢 只要看房市的發展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知道你等一下做得好不好呢 它的這個漲跌幅度是不是合理 這個就是指標啦 你這樣什麼都講 連美國那失敗都會變成你的成功啊 不 它那個是經濟條件 它在2009年就取消掉了嘛 那你現在是經濟條件太好是不是 蛤 不是嘛 你現在漲價太高了嘛 我們看 不能只有打那小老鼠 那應該齁 所以很多的對策啊 有很多對策 對這些大投機者也要用 另外一個 你們訂了一些很奇怪 好像硬呼硬呼啊 珊瑚要啦 珠寶不要 珍珠跟珊瑚齁 都長得還 為什麼珍珠不要珊瑚 原來是列寶玉類的才 把它那個才要剋嘛 那現在講的珊瑚不是寶玉類 我們就把它拿掉啊 你現在是在寶玉還是車死啦 那結果呢 剩下用書面回答 家裡好好的去買了一個家計50萬的藥 買一個500萬的珠寶 反而不要 這個很奇怪嗎 那個突然 對不對 我們來檢討 剩下用 家計也是寶玉類啊 家計沒有寶玉類啊 怎麼會突然講到 珍珠就說不是寶玉類 這個 好 這樣就哭扯嘛 太用不了是不行 你應該給我們一些主標好不好 主席給我們一些主標 我們好來 追蹤考額嘛 好 謝謝 接著請江義雄委員